就是二十年 這二十年間 你的屋頂就屬於我的啦 其實當初其實有點姻緣忌諱 因為我本身也不是這個行業 我那時候接觸到太陽能 跟大家接觸到太陽能的概念 是一樣的 只是知道太陽能這個東西這樣子 做這個行業其實 對我們的環境來講也是一個好事 我們日向綠營目前比較主重在於 系統工程的設計、推化、施工 然後到後續的維運 開啟玩笑的話就是說 有屋頂的人就是我們的客戶 等於是我幫你顧你的屋頂了啦 這二十年間你都不用擔心任何漏水的事情 一直以來的人生作用 就是追求卓越 成功必將隨之而來 那時候其實只是單純的一個概念 就是覺得說 再生能源在未來可能是有那個趨勢的 水利風力然後潮汽啊 太陽能啊 地熱甚至生殖能之類的 那太陽能是相對來講 它是比較容易取得的 只要有太陽曬到的地方 它就有這個能源 它可能會朝向綠電跟自宅使用 這個方向前進這樣子 其實就是在於說 因為一般的系統商 它是比較沒有工程團隊 那因為我們本身是工程出身的 所以我們比較著重在所謂的工程品質上 我們的團隊是相對是專業培訓的 然後是比較年輕化 比較有熱忱的 那所以我們在於細心度上 跟工程品質材料的選用上 我們可能都會比別人來的用心 那因為我們工程團隊是自己的 相對來講也比較不會有所謂的 上包跟下包 中間的可能資訊的落差 造成施工品質的有差異 或者一些糾紛 服務方面來講 我們也會比較及時 因為我們一直著重在工程的品質 跟專業度 我們想要用這樣去突顯說 我們跟別人的差異性 最大的成就感來源就是在於 我們做完的安置 然後客戶是很滿意的 其實有時候不是說 他到底做得多好 而是可能我們有一些細心的東西 讓客戶感覺到 比如說 太陽能之外 我們額外有去幫他做 屋頂的整理跟修善 等於是我幫你顧你的屋頂 這二十年間 你都不用擔心任何漏水的事情 所以他就會覺得說 哇 那這個服務是很棒的 我覺得 你在這個資訊這麼快速的社會 你一直安於現狀的話 你很快就被整個市場所淘汰了 我們短期目標其實很明確 就是要讓公司年一額破兩億 再來就是比較長期的規劃 就是想要成為一個跨國企業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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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